林安高校6年11班 今年代表好好參加 新北企業大隊接力比賽 得到第一名好心節 因為他們有一位愛運動的導師 每天帶小朋友來練習 才有這麼好的表現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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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台金龍期 他們是林安高校6年11班的小朋友 今年代表好好參加 新北企業大隊接力比賽 得到第一名好心節 不管是推來那就是默契 都有最好的表現 大隊接力是要有很多因素的達成 首先速度要快 當然就是剛剛像您講的 默契要好 默契要好就是四個字來形容 一定要千錘百練 所以以交接棒的動作這兩年來 我們真的是練了上千次 甚至快要將近一萬次 然後他們彼此之間 除了這樣的默契要好之外 他們感情也要好 因為大隊接力是團隊的運動 所以他們彼此之間的感情 如果不融洽的話 一定會影響到他們在這方面的表現 老師陳冠宇因為他本身愛運動 所以也是班上的貼佑老師 他相信愛運動的孩子 地匪跟人家發展都會更好 所以吵小朋友到底來做運動 每天的運動量幾乎三到四小時的運動量 只是說我們都是分散運動 循序漸進 還會注意到個別身體的差異 絕不勉強 如果說有問題的話 我們一律都是喊停 有不舒服一律都要休息 然後剛開始也會去慢慢的去爭取家長的支持 漸漸的家長看到小朋友從運動方面去獲得自信 身體健康 就會漸漸的認同老師的這一項的課程計畫 但老師的用心 不然是在這裡好好加加上的運動 小朋友也覺得很快樂 發育也更好 五年級第一學期剛開始的時候 然後量完身高體重 我就收到體重超重通知單 超重通知單比過重通知單還要嚴重 可是五年級下學期這種單子就沒有了 連過重都沒有 因為他的身材已經變標準 他媽媽也很開心地說 老師你終於可以幫我完成我的夢想 因為我可以讓我的女兒去走伸展台 長高了很多 然後也愛運動 小朋友常常運動 希望大家都有健康的膚色 小朋友也像在前面一樣 充滿了錢 接下來超進行李比輝 落酒餐方報道 Jill,いたい吧 我會做吧 少行 parole 充滿 謇 說 到底